歡迎收看 您下次要聽收看的是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忠祥 燦爛時光會客室是由公民行動 已經進入資料庫獨立製作 我們透過人物的專訪議題的整理 還有新聞的回顧 帶大家去了解到一些正義性事件 背後 遲到我們要再去關注的議題 我們在看這些事情的時候 不是只有看熱鬧 還能夠看門道 我們有Podcast頻道 有YouTube頻道 歡迎大家來訂閱收聽收看 我們更期待大家可以透過捐款的方式 來支持我們 透過你的捐低的捐款 不論這個金額的數字是大還是小 都是讓我們能夠持續走下去 做更多更好節目 更多更好報導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動力 也期待你可以透過捐款的方式 來支持我們 我相信常看我們節目 或是聽我們的Podcast 朋友應該都很清楚的知道 這個節目事實上是非常關注 這個有關精神障礙相關的議題 那這一部分跟我自己的過去的研究 是有一些關係 另外一部分 我們也非常關注在這個弱勢的 群體在這個社會裡面 所面臨到的各式各樣的生存困境 那今天要來跟大家談的一樣是跟 這個精神衛生法修法的這個有關的議題 因為大概15年來 這是精神衛生法 這個修法一個非常重要的時刻 所以今天在節目當中 跟大家邀請到的是兩位來賓 一位是台灣精神健康改革聯盟的 召集人廖福元 福元你好 另外一位是張曹翔 是康復自由聯盟的秘書長 曹翔好 那非常謝謝兩位來現場 跟我們一起來聊天 談這件事情 剛剛我們其實在一開始的開場 也有提到說 這個精神衛生法 事實上睽違了15年 在修法 我們知道民間的一些團體 包括第一線的工作者 或者是這些病友 家屬或者施改團體 也組成了精神衛生法 修法民間聯盟 那當然在這個修法的過程當中 一定會有一些不同的意見 不同的看法 我們之前也曾經訪問過 這個精神障礙的這個 家屬來討論過 這個法案的一部分的內容 不過我想你們跟行政院版 你們也提出的民間版 然後跟行政院版 一個最大的爭議 事實上是在於所謂的 我這樣看起來 是對社區支持這件事情的看法 事實上是有一些些的差別 一些落差 那在這個行政院版的這條文當中 事實上有提到了 這個社區支持這個部分 那可是好像只有出現在這個名詞定義 那民間版則是要求能夠把它明確的記載 這些所謂的相關的條論 例如說在第三條的定義的部分 就要羅列出是哪些社區支持的服務 以及這些相關的這個權責機關 那為什麼你們會希望能夠把它寫得更詳細呢 因為法好像沒有辦法把很多東西都寫在裡頭 為什麼你們一直堅持社區支持要寫入到法條裡頭 第一點其實在生意在權益保障法跟那個長服法裡面 本來就有名列這些的社區支持的服務項目 所以這個是本來相關的法令就有的 但是這次的修法卻沒有採用這個 本來就有的其他類似的法裡面的主張 那這也代表一件事情是 這次的修法還是不能夠再更明確的去理解 人民可能有哪一些的服務項目 而且其實現在法裡面不管是第三條裡面講的社區支持 它是非常它是二三十年前的那些項目 可是現在二三十年之後了 這是比方說人民每個人都有需要心理的支持 它也沒有列在上面 那還有就是那個其實現在的社會 其實也很強調同才的支持 那我每看從台裡面看到力量 它也沒有被列進去 然後還有講照顧者的支持 其實我們這次的修法還希望說 服養義務者要進到什麼樣義務 不然會有財法 可是事實上是很多的照顧者沒有得到支持 所以我們希望照顧者專線 照顧者的支持中心 照顧者的喘息 這些服務都能夠被列在裡面 所以其實我只是這些舉例 我們希望說既有的我們台灣的法可以放進去 跟國際CRPD 因為這是修法還在回應CRPD 修法CRPD裡面本來就有被列出來條文 它應該也要被列在裡面 對 這樣相對比較完整 所以你指的這個社區支持 可能不進來是一個社區有一個照顧的機構 這個支持包括怎麼去支持這些家人 支持這些照顧者支持這些助人者 它都是一整套的社區支持的概念嗎 是 簡單講 社區支持就是要支持人 想要在哪裡怎麼活 跟誰在一起住在哪裡 如何生活 而這些生活需要得到什麼樣的幫助 那它很像就是我們 這就是我們一般人的生活啊 而要支持他們有這樣的生活 需要有哪些的資源 哪些的條件 其實就是這樣子而已 所以你會覺得它是一整套的系統 而不是一個宣誓性的概念 那這個一整套系統 應該把這幾個你剛談到的各式各樣的角色 都應該納入到這個法規裡面 這個條文當中 來成為一種系統性的力量 那國家在協助這些系統性 這些不同的系統來產生一個共辦 或是共同輔助的這種力量 是沒錯 不然我說一下 這次我們特別是8月有個CRPD的 這個聲音障礙權力公約的審查 是審查委員很明確的說就是 現在聲音障礙者不是照顧管理 慈喪跟你會害怕它 而是他們作為一個權力的主體跟自由的主體 我們怎麼尊重差異 去回應他們的需要 然後同時這必須是在法律政策 法規預算分配跟實務上面都一起改變的 所以是希望社區 這個社區是從封閉走向獨立生活 從隔離到融合 從你只是施捨給他機會 到他可以直接參與勞動力的市場 從一個幫他做決定 我們覺得怎麼樣才比較好 到支持他怎麼去為自己做決定 還有就是過去都比較是用診斷來診斷他的能力 所以會限制他的發展 那我們現在是希望有個別化的支持出現 所以這才是社區 我想這應該到時候我們在後面會再持續的請服員 或者是朝鮮來補充那個具體的做法是什麼 我們在後面的也會有這些相關的討論 那雖然這樣子說 那但是其實 衛福部這邊好像有一些回應 他們會認為說這種一部分的社區支持的服務 例如說居家服務啊 或是生活重建 日間照顧者 相關的這些條文 在這個身性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或是所謂長期照顧服務法當中 其實都已經涵蓋在裡面了 那為什麼還要再特別的把這個東西拿出來 所以他們會認為說 好像精神衛生法不需要另外再設定一些 相關的服務的準則 我不知道這樣子做 是不是真的會造成什麼的跌床架 因為法律過多過於繁瑣 可能也會造成這個執行上面的一些 困難跟漢的 好像也沒有這個必要 難道 這剛剛談到身性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或是長期照顧服務法 這些法律的條文 沒有辦法去涵蓋這些你們需要的這些服務嗎 是沒有辦法 第一個是 比方說一個沒有手冊 但是長期看精神科的精神病人 他是無法使用到身性障礙權益保障法的 因為他沒有手冊 然後跟精神衛生法 因為他太過醫療 我們現在很難把它逆轉 所以我們適可的就是盡量把社區支持放進去 可是在精神衛生法裡面 就是他沒有手冊可以得到服務 但是去生權法的時候沒有辦法 所以就變成我們想辦法希望說在生權法裡面有的東西可以放進來 不然他在精神衛生法裡面就沒有這些東西 然後又無法在生權法裡面被適用 真的那麼嚴重的人 所以我們一定還是希望往前端 所以這就是希望 為什麼我們希望精神衛生法 他其實不能只看生權法跟長照法 因為很多人的需求 是無法從那兩部法得到幫忙的 我想請一下 同樣的問題想要請教一下朝響 就是我們知道康盟其實是在第一線服務 那我自己其實也 這幾年也跟康盟有一些 這個比較長期的合作 那剛剛服務員談到的在法律上面的這種 剛剛談到的生性障礙者權益者保護法 以及這個長期照顧服務法 他沒有辦法適用於你們現實的 這種所謂的社區的照顧 或是個案的服務 一定要定一個特定的在精神衛生法裡面 他才有辦法去處理 所以從你們經驗來講 怎麼去看這樣的一個差異 以生權法來講 很多的這些 相關的生性障礙的一個法定的服務 其實精帳都進不了 這個服務裡面 那包含很多承辦的一個團體 他們是以薪資障礙類 甚至是其他帳別類的 所以就是 我們現在看到就是說 即便是生權法 這邊已經有很多的法定的服務項目 但是精神障礙在這邊的使用 使用的一個可能性是偏低的 那長照也是一樣 因為他必須要符合一個 那個失能的等級 所以我覺得是現有的 這一些 法定的服務呢 他沒有辦法去符合精帳的這個 需求 所以我們才希望在精神衛生法這邊 能夠再加入 然後讓 更多可能性的一個服務再長出來 這樣子 但是回到一個修法的角度來看 那這如果看起來是這樣的做法 那直接加進去 不就可以了嗎 為什麼衛福部 他有什麼樣的考量 或者是在堅持覺得好像不需要 或者是有另外的意思 有思考呢 我覺得這是政府長期的問題 因為 精神衛生法 他主管機關是衛福部 但事實上其實是衛福部 心理健康師 對 那因為社家屬也會覺得主管機關是你心健師 所以這也就造成是 為什麼不加進去 就是其實是衛福部裡面自己本身 我覺得 他們自己都搞不定彼此 就是 所以我們民間團體在修法上面 也希望把社家屬 其他社政的資源 大家一起努力 然後還包含 就是其實很多偏鄉有交通的問題 那交通部可會進來幫忙 那居住這件事可能會牽涉到社會住宅 身家的社會住宅 能不能再提供更多一點 讓他們真的能夠居住 那可能就關係到內政部嘛 但是 但是等於說 這個精神為什麼修法 把這麼多不同主管機關 本來他們不用做什麼事 然後要變成要做一些事情 這是他們其實是蠻抗拒的 對 我覺得這可能是一個 待會我們還也會繼續談的一個焦點 就是過去的這個精神衛生法 事實上比較從醫療的角度去看 那所以他會放在 例如說剛剛談到的這個所謂健康事當中 那他裡面有很多的條文 大家都反映出的是一種 從醫療的角度所反映出來的思維 但是從你們這種長期的 在第一線的照顧者 或是這些助人者 或是從社工的角度 可能又是另外一套的思考模式 我覺得這可能 不只是剛剛談到的各個不同的部會 他們有自己的考慮之外 事實上那個基本的價值 恐怕也是一個很大的落差 我們待會再繼續跟他談這個部分 那其實在民間版的條文裡面 也提到了一個概念 希望能夠增加這個社區危機處理的機制 然後你們會強調說這個機制能夠去減少 強制住院 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 什麼叫做社區危機處理機制嗎 那 這個強制住院或是強制治療 事實上在過去也有很多很多的爭議 那他們 這樣的一個爭議到底是存在著哪些的問題 那這個衛福部 對於你們提出的這一套的所謂的社區危機 處理的機制 又會有什麼樣的反應呢 OK 我先簡單講一下社區危機處理機制 那後來因為我們在跟各個立委跟行政官員拜會的狀況之下 我們又改成一個叫精神危機前期積極介入措施 但不管名詞怎麼樣 其實都是為了希望我們重視的這些法能夠被放進去 那我先簡單介紹一下內容 他指的是說 因精神疾病或疑似精神病 所以在壓力情境或脆弱狀態 讓他發生生活的困難 需要其他的協助 那我們怎麼度過這個危 我們也希望說透過社區的支持的方式 去幫助他們度過危機的前期 減少因危機而造成強制性的 隔離性的極性住院 那我們用什麼方式跟內容 這就是我們有一個希望有一個危機的專線 然後一個可以直接進到家裡的危機處理團隊 然後可以訂定一個穩定的計畫 跟我們會有一些危機的傳習中心 還有一個同儕的支持 那必要時還會再安排醫療的服務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國外很多地方都有 比方說歐洲國家其實有一個叫Satourer House的方式 然後芬蘭有一個開放式對話 紐約有一個降落傘的計畫 世界各國有很多不同這種危機的處理方式這樣子 剛好這也呼應了 我們這次CIPD國際審查委員就說 精神衛生法修法查案 似乎側重在強制居留跟強制治療 這樣對有極性精神健康問題的人 不是通過社區支持來處理這種危機 對這政府就呼應了 其實我們希望現在當一個人有智商商人 或者是有些危機並不是智商商人 而是他處於一個很高 對家庭來講很高張力的狀態之下 這種危機沒有人在處理 那我們所以變成是說 難道我們要所有的危機 就只是打緊銷把人送到醫院嗎 而我們希望讓當事人跟家屬多一個選擇 在某種危機的時候不用一定要送到醫院 而是在這個危機的狀況下 有傳奇中心 有入家的協助 有同儕的支持 然後有一個比較長期穩定的協助的計畫 能夠在這個危機裡面變成轉機 你的意思是說 當這樣的一個可能是一種傷害的事情發生 不管是這個傷害的 或是被傷害的事情發生 總之會有一些社會衝突 大家不願意看到的一些 一些正義跟衝突發生的時候 不是立刻的去強制就醫 而能夠到一個類似像 所謂的中繼站嗎 或是這樣一個所謂的危機處理機制 先到那邊去處理可能是情緒 或是在生理上面的種種問題嗎 我講一個小故事 其實有些生病的人 最後為什麼會變成是一種危機 他可能覺得家人都不是真的他家人 他產生了某種妄想 所以說他有的甚至 他可能不會攻擊家人 而是他選擇不回家 可是家人就知道他在外面流浪 那這個我們可不可以視為一種危機 我覺得現在的服務不會去服務這樣的危機 而且不會是他的危機 但是之前沒有發生我要怎麼去服務 這個對於一般的人來講 可能就很難理解 就是他我怎麼知道 他就是好了 我們是常在講說所謂的不定時炸彈 假設這句話是對的 他可能就是一個不定時的狀況 那我們怎麼去預防 或者我們怎麼去面對這個可能會發生的 你剛剛談到的危機呢 對所以他其實不回家這件事 代表他可能處於某一種很嚴重妄想 覺得別人會害他的狀況 其實他對他來講是非常不安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配合一個危機的喘息中心 是他除了他因為就不回家 那我們可不可以選擇有一個喘息中心 可以讓他至少在生命安全 在生活風險可以很降低的狀況之下 住到喘息中心 那同時其實有人陪著他去討論 他的這個被家人 家人不是他家人說那個害怕的感覺 然後這可以有人陪他談的 然後跟這個對他生活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然後甚至通過其他的治療方式去協助他 對但現在的狀況往往是沒有等到智商商人 沒有專業可以啟動 所以我們就希望說不要等到結果他都不回家 結果他在外面可能被欺負或者是他真的傷害別人了 我們再來處理 我們不希望走到這麼的前端的狀況這樣子 我等一下有請教朝翔同樣的一個問題 如果從你們直接在第一線的社工角度 這種強制就醫 對他們會產生什麼樣的衝擊跟影響 如果沒有中間的這種所謂的衝擊 或者是緩衝 或者是相關的在社區的協助機構的話 那這個對他們衝擊會是什麼 我舉一個我自己的親身經驗 我以前在台北任教的時候 事實上有一個學生 那他其實也是在突然間在精神狀況 有一些可能類似像幻聽的問題 然後就被人家報警 報警就直接把他帶到醫院 那醫院之後 其實也就是想幫他打打 可能比較能夠讓他安心的一些藥劑 那我就趕快跑到醫院去陪他 陪他之後 那就他聊了很多 然後我們就在說醫院的門口 然後他在那邊抽菸 然後就陪伴他聊天 那我想說 看他的心情能不能平緩 可是我不敢離開 因為我怕離開之後 他可能會被強制送到馬街去 被強制送到醫院去 那後來因為我得要離開 我要開會 結果我一離開之後 哇 真的他就被借護衣給他包起來 因為他就開始情緒可能就 大亂大鬧 他就被借護衣包起來 那我就想說完了 怎麼會這樣 這個對他心理的創傷 應該會很大很可怕吧 我不知道你們在第一線的 這樣的一個 這種所謂的社工人員 因為對大部分來講 就是他可能要爆發了 我趕快把他關起來隔離起來 可是從一個人的角度 或是從一個當事人的角度 這是一件好事嗎 我想說今天回到當事人的一個角度 可以嗎 我想說先回到一個當事人的這個角度來講的話 當他處在一個危機的狀態 他其實是很需要一個安全 可以信任的空間 但是今天如果回到醫院的這邊 強制住院的環境 對他來講是一個很多生活的剝奪 然後包含對家人為什麼做這個決定 然後把他送到醫院這邊來 他是一個關係的一個斷裂這樣子 那其實我們聽到很多 不管是當事人還是家屬 都在講說 當他處於危機這個狀態的時候 他們希望還有其他方式 可以幫這個人 這也就是為什麼國外他們 全部都在發展這個部分 其實強制住院真的是最後一步 但是他們前面有很多像危機處理團隊 以及危機處理團隊 怎麼樣去協助他透過其他社區支持的方式 能夠讓他在社區中就能夠穩定危機 那這個是跟我們 就是現在國內所理解的危機 只能在醫院處理這件事情 是很大的一個差別這樣子 所以在像美國降落傘計畫的一個危機轉集中心 他是盡可能的保持他可以去工作 他可以去就學 但是他是一個危機傳集中心 而且他是沒有這種門禁的 那他提供的是什麼一個信任 我相信你在疾病的歷程當中 一樣我們一樣支持你 你可以去完成你生活中想要的事情 那這時候醫療團隊在進到危機傳集中心的時候 其實他會形成一種被支持一個安全的感覺這樣子 所以為什麼這個機制這麼的一個重要 如果台灣缺少這樣的一個機制 那我相信就是不管 長治住院這邊再怎麼回到法官審查這邊 他其實很多回到當事人本身 或者是家屬的需求 都沒有辦法去回應這些狀況 我覺得你剛才那個重點就是信任 但是我覺得這很難 就是我們一直對這些精神障礙者 或是視覺市場充滿著恐懼 我們怎麼會去信任 這個會不會得要花很多的時間 會不會就是這個法一直 一直會卡住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來 不願意再跟我分享 所以說其實我們希望這個危機處理機制 把它放在新衛中心 社區新衛中心 然後新衛中心平常有一個專線的服務 為什麼 就是你如果專線的服務是可以本來 就讓一些家屬跟當事人 可以打電話進來的時候 他平常就會建立關係 但不可能所有發生危機的都有 曾經打電話進來過 可是如果你是曾經打電話進來過的人 他有使用過這樣的服務 會比較有信任感 然後當這樣子的新衛中心 又可以去發展危機服務的時候 他就是可以在一個相對信任的關係裡面 去處理危機 那這也是我們覺得比較完整的 但也像管老師說的 就是像你剛才說的學生的狀況 我會覺得現在強制住院 其實我們只看到當下他的有用 當下的危機緊急的狀況就有用 可是我們看不到 事後怎麼會發生什麼狀況 我舉一個例 就有一個有疾病經驗的無家者 那他就曾經因為生理疾病去看醫生 結果不知道為什麼什麼原因 結果他就被強制住院 因為其他好像什麼經驗中 被強制住院 然後他後來他又碰到就醫的問題的時候 他現在都不肯跟社工去看醫生 為什麼 因為他從此就會害怕 他去看醫生的時候 他就會被強制住院 所以這也是強制住院的很多副作用 那雖然我看來提的是無家者 但是其實很多家屬就是 他第一次強制住院有用之後 後來他的家人就跟他疊對疊 然後就發現在就醫上面 就變成是一個不信任的議題 那你要說他是沒有病性感 我覺得也不是 而是他過去在醫療裡面 強制就醫症裡面有一個 我覺得有被某一種不公平對待的經驗 他已經造成他對 不是社會的掛號正常人不信任 是他對所謂的正常人也不信任了吧 是 所以這也是 使用強制住院作為一個唯一手段的副作用 而且後面他副作的成本不是強制住院 而是我們要花很大力氣 讓他去就醫的成本會變得門檻變得更高 這的確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剛剛服務員有提到 所謂的社區的心理衛生中心 事實上這個在社會安全網的 第二期的計畫裡面 事實上也有提到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再來從這個 社區的心理衛生中心這件事情談起 那到底這個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事實上 好像衛福部的 行政院的版本也有提到這個部分 但是你們對他們所設定的成績 是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我們先休息一下 待會再繼續跟大家討論 對 OK 我聽說這是周董一般會變成的 參政的賣款 可能像普通的少年人還是 吃頭老人 不可能會睡前拿出二十萬 對這個事情已經很大 話說得很小 臺灣的選舉保證金 市館是一十萬 官議員 十一萬 從香港副議會議員的選舉 保證金是新台幣一萬一千五百 日本市副議會議員是差不多 新台幣六百六千 六百九十 臺灣民憲管出價值 所以已經在7月1日到 主委員到申請書 申請代法官 實現 臺民定位保證金 新會館就是總人民參加的品款 二十萬元的依據 既不是用最低薪資 也不是用總體的這個參選的費用 上限來做比例 對有錢人來說 二十萬元的確就是九牛一毛 可是對於素人及青年的參選 卻是阻礙跟負擔 你作為一個獨立機關 你的主要職責是要確保選舉的公平性 你要積極的去想一下 在你的職責範圍之內 你可以怎麼樣創造一個更大的公平性 歐巴桑聯明批評 除了參選總統副總統的保證金 有發入規定以外 其他國際保證人的保證金 都是中選會的決定 所以要求中選會轉化 檢討三期保證金 進行制定 合理性 提出具體的設定遺固 記者綜合報道 歡迎再次回到燦爛時光惠客室節目的現場 我是主持人管宗祥 燦爛時光惠客室是由公民行動引力記錄資料庫 獨立製作 我們透過人物的專訪議題的整理 帶大家來了解到一些爭議性事件 背後值得我們要去關注的議題 也歡迎大家來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跟Podcast頻道 當然更期待 你可以透過捐款的方式來支持我們 讓我們可以做更多更好的報導 更深入的討論 讓我們一起聽見微小的聲音 今天在節目當中 一樣要跟大家討論 有關於精神衛生法修法的議題 在節目裡頭跟我們聊天的兩位來賓 一位是張曹翔 曹翔你好 管老師以及各位聽眾大家好 曹翔是康復自由聯盟的秘書長 另外一位事實上已經是我們節目的老朋友了 你應該快榮登我們節目的來賓 排行榜的前三名 應該前三名說病都有 是廖浮元 浮元好 大家好 浮元是台灣精神健康改革聯盟的召集人 雖然浮元來上很多次節目 他每次來的身份都不太一樣 可見你的人生的直癌 你的生涯是多麼的不穩定 跟多麼的不確定 或者是說你是多才多藝 但是不管如何 我們只要 你來上節目 不管你在哪個待會兒都是談 跟社工啊 或是跟精神障礙 精神衛生相關的討論 我們在上一段節目當中 其實也跟大家談到修法的一些問題 一直強調社區的照顧 或是社區作為一個處理機制的重要性 可是我等一下也許會想要再繼續 我覺得我自己常常也在社區招種 我覺得要社區做這樣一個能量的事情 我真的覺得是很困難的 就是每個社區的條件不同 當然社區不見得是一個淋漓的概念 而是一個相對的一個小的區域 區域的概念 這也許大概我們機會再來跟大家談 那回到我們的精神衛生法 這個修法裡頭的討論 因為剛剛有談到這個 社區的心理衛生中心 因為在社會安全網的第二期計畫當中 本來就打算要成立71個 71個這個社區的心理衛生中心 那在這次的修法當中 行政院版的草案 其實也規劃 新衛中心要依照各地需求來提供服務 專業人員也增加 包括像護理 職能 職能治療 社會工作等等 那但是其實你們好像覺得 這個好像不夠積極 你們又提出說 應該去提升新衛中心的層級 去比照像家暴法 或者是家暴法 你們會有所謂的家庭暴力防治中心 來做一個整合跨部會資源的單位 那為什麼你們會希望能夠拉高到這樣的一個層級呢 現在這個層級到什麼位置 是真的是那麼重要的部分嗎 那現在如果按照衛福部的做法 他難道沒有辦法去做到這些有關社區的照顧的工作嗎 我想第一個事情是 我衛福部現在都說社會網現在要補幾千人幾千人 他補上了工作者 可是其實他讓工作者都是單打獨鬥的這件事 就像老師講的 在社區如果要處理危機其實他是很困難的 然後第二個層次是 其實現在不管官房員還是新衛社工 你做案補齊的 可是新衛社工不能去調度其他的局處的資源 比方說他服務的對象需要就業 結果就業的人不理他 他服務的人需要什麼樣的社福資源 其他人不理他 或者他希望醫院幫忙什麼不理他 就沒有用 因為現在包含就是有些出院醫院 甚至不讓新衛社工進到醫院去看他仿製的對象 那以家暴法來講 他就是家暴防治中心 他是類二級主管機關 然後跟他可以直接的 那個法裡面第四條就是牽涉到各個 那個業務單位的時候你要全力配合 他甚至用了全力配合四個字 所以意思說 我們希望賦予新衛中心的工作者 他不會只有衛政的人聽他 聽他的話 其實不是聽話 而是能夠合作 因為整個家庭所需要的是一個社區照顧的系統體系 所以他會牽涉到很多不同局處的幫忙 所以我們希望讓工作者他不要只有責任而沒有權利 所以這是第一點 然後同時他就回應的是整個家庭在社區網絡的需求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覺得這次修法 為什麼要修到這樣的一個高度的原因 然後同時是因為我們也希望這次修法把專線服務 然後危機也放進來 其實也是希望做到比較連續性的服務 一個家庭如果平常有在服務當發生的危機 我們有一個機制能夠去協助的話 其實是蠻好的 然後再加上其實這次國際審查的委員 也提了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是在86點次的一 要確保能夠協調不同部門 跟部會局處之間的支持和服務 包含在轉嫌的時期這樣子 所以我們也期待 既然你新衛中心 如果他可以是一個社區的支持網絡 其中一個大個管 那他應該就有一個單一窗口 所以我們希望新衛中心有一個 跟家暴中心一樣有一個單一窗口 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我們的期待 那但還有另外一個更不一樣的是 我們希望新衛中心 未來是可以設置同儕工作者 不只是其他專業 而是有一個同儕工作者 不管是來接線 或者進入到一個家庭 不管是平常還是危機的現場 都能夠納入同儕這樣子 那我聽起來 這對服務會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是不是預算其實是不夠的 這剛剛談到有兩個問題 一個是來自於這個 他可能都是一種醫療的思考為主 但是對你們來講 是一個所謂的社工的角度來思考 或者說社區服務的角度來思考 另外一部分 一定要成績這麼多的中心 一個什麼轉嫌機制 各式各樣的社區的服務 這個國家有那麼多的錢嗎 國家會願意花那麼多錢 來做這個事情嗎 老師你知道嗎 蔡英文總統 他在這次國慶的演說裡面 不斷的強調了很多次的社安網 於是10月10號衛福部又發了一個 對外公佈的訊息 本來的社區新衛重心是71處 結果他們說現在119年要達到100處 所以他們竟然可以增加這些預算 代表是他們覺得有錢 然後從第二點我覺得 我們國家在司法精神病院 投注了30多億 對 他只服務了不到300人 所以我覺得其實是 我們國家要把資源放在哪裡的問題 對 你的意思是說 國家也不是完全不想要付錢 或者是也不是沒有錢 只是說那個錢的分配的方式 從你們來看是有問題 例如說 他們要增加這個 剛剛談到的這個新衛中心的點 那可是這個層級增加也是一種方法 是 升級增高也是一種方法 對不對 是 OK 剛剛我們看到其實 衛福部他其實不進來 是完全沒有考慮到你們所說的 社區照顧這件事情 那包括我們剛剛談到新衛中心 那他們覺得要去增設 那只是說你們覺得那個層級要拉高 或是某種的單一窗口 資源要去增加 那所以這可能產生的一些 不同的意見跟看法 當然從不同的角度來看 他的意義或是他實際的效果是不太一樣的 那另外一部分我在看條文的時候 也看到的這個草案的第23條裡面 有所謂的增列多元連續服務的原則 他的目的應該是要去提供一些病人多樣化 可選擇性的這種 並且是這種服務不中斷的這種社區型的照顧 例如說 可能包括像這個全日型的康復之家 或是日間型的這個社區的復健中心 或是一般我們看到的各式各樣的社區協作 這種模式 這個難道不是也是去符印到 或是符合到 你們對所謂社區照顧的期待 難道他們這樣的做法 跟你們是有什麼樣的落差嗎 我覺得這個跟台灣現在在設計 這個社區心理衛生中心的 這個思路是有關係的 就是說 其實在零萬億他在 提到社安網第二期計畫的時候 他其實有參考很多 社區心理衛生中心的一個建制方式 包含美國包含澳洲 那其實在 美國的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他的建制就是包含的這個 日間的服務 就是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他有包含日間的服務 有就業的服務 然後也有這個 就是危機的喘息的服務 以及積極性的一個危機處理團隊 那這些都是 包在這個區域性的一個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那為什麼這麼的重要 就是他把這個層級拉高 這個個管 他其實是一個長期的個管概念 今天一個人出院後 到了這個社區之中 應該要有一個社區的一個個管 去幫他把這個 地區的一個資源連結 把他連起來 那 我們現在增列這個條文叫做 多元連續的服務原則 他是把它變成一個原則化 但是他在體制裡面 並沒有把這件事情 把他實質的一個法治化這樣子 所以就變成說很多時候 其實 精神 精神病人他們出院以後 他們到了社區端 其實他們 接到當地的一個社區資源 其實是 很少的 就是說 他們沒有一個資源網絡的概念 或者是地圖的概念 然後有時候會說這個是設政的事情 比如說你現在要走到居住的部分 那這個可能跟 我們康家沒有關係 所以 現在新衛中心他的建制是 包在這個衛政體系之下 他沒有辦法去調動或連結其他的資源 而且是 處於很被動的 所以這個我們講的就是 你要達到多元連續的服務原則 尤其是每個精神障礙者 他有可能有就業的需求 他有可能有居住 他有可能有復健的需求 那這些資源網絡應該要有統一的一個個管 然後跟他們做討論 然後告訴他們 他們可以去使用哪裡 也不會因為去使用哪邊的資源 我們這個 這個關係就中斷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對於這個設計 這個整個服務體制是 其實真的出了蠻大的一個問題 所以為什麼我們還是 這麼強調說新聞中心 他必須不只是要做個管 層級要拉高 然後他應該能夠 多主動的把這些社區的資源 都做盤點 做一個社區支持網絡 甚至 維基處理團隊 也可以在行為中心裡面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 同載支持也在行為中心裡面 這樣才有辦法達到這個 多元連續的一個服務原則 這樣子 也就是說 你們希望他能夠是更具體的落實 而不是只有在一個 這種概念上面的一種陳述 那裡面還有很多的細節 是需要再更明確化的 那當然我們知道一個病人好了 或者是一個一個精神障礙的朋友 他們要離開醫院 那他事實上他得要有一些的程序 那包括這個在這次的 這個精神衛生法裡面 他事實上有提到就是在 32條裡面有提到說精神衛生 精神醫療機構於出院前的 應該跟病人 來去擬定這個所謂的出院準備計畫 這個出院準備計畫 其實包括了像社區治療 社區 社區的支持 或者是轉介轉嫌計畫等等 那不過民間版也對這個都好像有一些意見 就是希望能夠比照這個身心障礙者保障法 的這個部分 在病人出院之前 能夠邀請這個病人 還有家屬 個案管理員 共同擬定這個準備計畫 那也就是說你們覺得 原本的這些好像是由病人 跟這個機構去擬定計畫 是不夠的 你要把這個家屬 個管員全部都納進來 為什麼你們要這麼搞剛 然後 而且還要把這個執行的成效 納入到醫院的評鑑當中 這個 這個你們會不會 這個好像 為什麼對於現有的做法 是有什麼意見嗎 這個出院準備計畫 難道是不足嗎 為什麼還要把這個家屬 個管員 還要把他納入到醫院的作為評鑑 這為什麼會這樣思考 好 那我先講一下 其實 台灣其實目前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他們 在住院的天數上面 其實是比國外的長很多 比如台灣的平均的住院天數是283天 那在澳洲的平均的住院天數是16天 差那麼多 那這個差距其實來自於就是說 我們並沒有 在他們入院的時候 就為他們做社區的 出院準備服務 那所以這次的這個在IRC的這個建議裡面 其實委員就直接建議 應該是要在 入院前就來做出院準備服務了 因為我們大部分的生活應該是在社區當中 不是在住院中度過 那 如果說我們都已經要做出院準備服務了 那所以社區 特別是行為中心 你未來是做社區的一個個管的轉嫌 應該是要提前進入到醫院端 來跟我們的這個 就是我們講的服務對象也好 或者是我們的這個精神障礙的朋友 來做討論 那其實他會形作一個什麼樣的感覺 他是一個非常有希望感的感覺 就是說我今天出院 其實已經有很多的資源單位 我知道在哪邊了 然後 也會跟我討論 我出院後我可以來做一些什麼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在 回到不管是人權角度來講 人權的這個觀點來看 他其實是回告說 當一個人 他的出院已經被準備好的時候 他就不會再擔心未來他要再住院這件事情 因為住院只是一個短暫的做 生活的 比如說你有可能真的疾病起伏 真的是比較嚴重 那我們 短暫來住個院 但是我們很多出院的一個 社區支持都 開始準備或是固件了 那這樣子呢 其實才會對我們這個 這個精神疾病患者的這個 這種 支持才是 我覺得才是真正的回應到他們的一個需求 這樣子 所以這也是你們覺得應該要把 家屬跟個案管理員一起 納到這個計畫的擬定當中嗎 是的 因為大部分他們的回到家中 不管是他出院 他有時候是回到家中 那家屬必須要 知道在社區中有哪些資源 那過往在醫院的一個做法 其實醫院很少在做出院準備 計畫這個部分 然後 當時也沒有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所以 在醫院裡面 他們就會比較是以自己體制為主的這種 精神復健機構來做轉線 但是其實 現在社區的資源竟然都逐步的復健 那社區心理衛生中心也都出來了 那應該要一個 社區支持網的概念 以及資源地圖在哪裡的概念 讓家屬跟我們的 就是精神疾病的一個夥伴 他們可以 及時的知道 然後也做好一些準備 不過你們在這個條文當中 是希望把這個執行的成效 納入到醫院評鑑裡面 我覺得這個會不會有點 搶醫院所難 就是剛剛大家都討論到了 在目前的社區都沒有準備好 然後國家在這個部分的資源也不夠多 然後還是一個傳統的醫療的概念 而不是一種所謂的社區的概念 來去面對這些需要被照顧的人 那你們要把這個東西加到裡頭 我想因為應該反財會很大吧 沒有人要回答 我先試著回答 這麼說好了 因為事實上 因為在修這個法的時候 因為我這幾年都會一直問家屬跟當事人 你們有沒有出院準備 是大家都不知道什麼是出院準備 事實上現在台灣的出院準備 常常比較像是 就是我護理師在這個過程當中 跟你討論了些什麼 或者社工討論了什麼 然後那個家屬或者是說 健康疾病經驗者都不知道 現在討論的是關於出院的準備 他們本人都不知道 很常不知道 多數不知道 所以說變成 但後來前幾年 把出院準備計劃 納入健保 所以他是有點數的 但是他們做法卻又這麼的不積極 因爲什麼 因爲他們 出院準備只要建議 他們只要你建議 所以說我建議你去康復之家 我給你一個DM 好像就完成了出院準備 但事實上比方說我之前認識的一個 紐約的某一個工作 台灣的工作者在那邊工作20年以上 他說他們的出院準備是 醫院 在出院的時候必須確定找到 社區哪個機構開了轉介單 確認那個 單位 會接受到這個 當事人來這邊接受服務 根本會做得很確實 對 然後那爲什麽我們前面講的 說我們會希望 新衛中心的工作者可以進來 因爲你在做出院準備計劃 說有時候住院兩個禮拜到一個月 你很難 可能搞不好他們彼此瞧不龍 因爲家人可能希望你住康復之家 希望你去哪裡 當事人不願意 那你很難在住院的時候達成這個協議 但是 如果我新衛中心的工作者 可以就算他出院之後 繼續去跟著討論這件事 至少家屬知道他有困難 找誰 當事人也可以找誰 那這個新衛中心的工作者 他有另外好處是 他不會 他出院之後再去敲門拜訪的時候 對方不理他 對 所以我們其實是因爲 過去的出院準備做的 真的非常不確實 然後甚至是工作者是進不到醫院的 以至於後面產生醫院跟社區 出來跟家庭的斷裂 這個我們餘餾的劇裡面也有過這一段 是沒錯 那時候我們是刻意的 刻意希望有這一段 對 所以說 所以我們這麼 為什麼說 也許這是強醫院所能 但是同時是馬上 讓他入評鑑也代表是說 這件事既然已經有健保點數了 跟他如果出院準備做的好 代表他醫院評鑑分數會高啊 對啊 某程度正面來講就是 希望 給了錢好好的做 然後你這個評鑑你做的好 因為他不是一個 怎麼講 他是一個柔性的項目 所以我覺得他不是難做 但是我覺得 反推回來其實是醫院人力的問題 不能去措施做 所以這部分 我們的確也希望未來 不管是健保或者是衛福部 有什麼樣的方式 什麼資源投入去支持醫院做好這件事 嗯 對 因為我們就希望在不同地方的轉型能做得好嗎 所以這是個關鍵 對 我想這蠻重要的 就是我 我當然覺得 一直在談的是社區 但如果只有醫院要去做這種評鑑 我覺得從醫院的角度 應該會覺得 哇 我好做那麼多的事情 那回到社區裡面 也不是我能夠去處理的 那這也就是回到一個 我們在討論說 那到底的社區的機制對不對 因為一直 我們一直把它當作是一種隔離 然後把它關起來 好像就沒事 那不是這樣子 你越關其實是越糟糕 而很好好的 剛剛談到澳洲的歷程 那只有十幾天 那十幾天 大部分都是在社區裡面去度過的 所以這個社區 當然會有一些恐慌 會有一些恐懼 可是我們要怎麼樣 政府怎麼樣去降低人民的恐懼 很多東西要先準備好 這也就是這一次修法當中 非常重要的一些精神跟概念 那因為節目時間的關係 我們其實精神衛生法的修法 事實上還沒有談完 那我們在下一節的節目當中 也要繼續的請兩位來跟我們去談 這個精神衛生法 一些修法的一些問題 看起來這個法有很多 是值得要去討論的 因為從這個民間團體的角度來講 會希望是一個整體的機制的改變 甚至是一個思維方式的改變 所以會涉及到 到底誰要去做這個主管機關 或是在這個主管機關當中 要包括哪些的這種相關的執行單位 他可以成為在這一套的系統當中 可以協助運作的一種模式 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們今天節目先到這邊 我們下一回再跟大家繼續討論 精神衛生法修法的問題 謝謝兩位 也謝謝大家收看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